小时候看天龙八部的时候 几乎每一版都不太敢看阿珠生死的那一段 觉得金庸对于乔峰过于残忍了 但想想如果没有阿珠的生死 又怎么能够突出乔峰的痴情专一呢 而这么多版本的乔峰啊 我还是更加的喜欢黄日华版本的乔峰 或许呢是先入为主吧 也或许就是他本人现实当中 太贴合乔峰的形象了 对妻子同样的痴情专一 有情有义 难得的演员与角色这么高度统一 前几年呢就听说过他太太梁洁华患癌的事情 后来要看到两个人出来接受采访 谈这个抗癌之路 还以为已经抗癌成功了呢 没有想到昨晚还是看到他太太 不敌癌症病逝的消息了 他和梁洁华的爱情啊 给年轻的朋友们补补课吧 两个人相识于微时 恋爱长跑多年 结婚生子 结婚32年以来啊 一直是恩爱如初的 哪怕妻子患癌也不离不弃 华日华是第九期 无线电视议员训练班出道的 梁洁华是第八期 比他大一岁 1980年 两人都在电视剧 《精华春梦》里边跑龙套 因而相识发展成为了情侣 一个19岁 一个20岁 黄日华成绩在采访当中说过 梁洁华是他的初恋 当时啊 在训练班里面 还被导师当众调侃说 有同学在实习期间追师姐 1982年的11月 两人首度公开恋情 1988年 跨过了八年爱情长跑 正式结婚 1990年 黄日华签给无线的时候 梁洁华也跟着签约了 也是同一年 两个人有了女儿 黄芷晴 婚后的梁洁华 逐渐吸引了 转行 做起了保险经济 相识于微时 是对方的初恋 然后恋爱长跑多年 然后顺理成章 结婚生子 感情性看起来 其实挺偶像剧的 但两人的感情路 起初也不是没有波折的 黄日华和梁洁华 在相恋期间 曾经一度分手 1985年 黄日华正当红师 梁洁华只是二三线的小演员 并不出名 那时候 黄日华已经拍了 射雕英雄传 凭借着郭静这个角色 被两岸三地的观众们所熟知 那一年夏天 两个人分手了 年底啊 黄日华就和合作过的女演员 龚慈恩在一起了 事后黄日华表示 和梁洁华此前已经分手 但是龚慈恩一度被认为 是擦足两人感情的第三者 但是到了第二年 他和龚慈恩 因为性格不合适 选择了分手 黄日华还是觉得 梁洁华更合适自己 转头啊 又追回了梁洁华 1987年 两人破镜重圆 第二年 走入到了婚姻的殿堂 结婚十多年之后 两人也有了过一次婚姻危机 2000年的时候 梁洁华曾经被爆出 与这个已婚男同事搂抱 当时媒体都觉得 这下两人肯定要离了 但是黄日华立正太太清牌 表示绝对相信妻子 这些年呢 一直都说黄日华脾气火爆 有个外号叫做喷火华 但是对于老婆 确实是难得的铁汉柔情啊 1995年 他和蔡少芬合作 包青天传出了绯闻 黄日华不甘得冤枉 盛怒之下一拳打下了化妆室的玻璃门泄愤 不料啊 右手掌及这个大拇指被割伤了 去医院缝了两针呢 这个事情啊 黄日华曾经在后来的采访当中证实过 他说自此之后啊 派去的时候就再也不敢和蔡少芬 有任何的交流了 大家知道 他当年和刘德华 梁朝伟 苗乔伟等人 当年是并称无线无虎的 虽说是TVB一手捧红的 但是后面和TVB续约出现了矛盾 一气之下离开了TVB 投奔了老冬家的死对猴亚氏 2010年 他曾经因为刑警回归TVB了 和苗乔伟二虎拒手 脾气火爆的他不满新剧遭忽视 然后又是言辞激烈 公开炮轰老冬家强奸民意 前些年长 大家没有怎么再看到他才出来了 一来呢 就是因为这几年梁洁华生病 二来是因为他很早就说过 想要为家庭隐退 早在2004年的时候 梁洁华还没有生病的时候 黄日华就说过要淡出娱乐圈了 他当时的解释就说 觉得家庭也需要时间来好好维持 因为珍惜家庭 珍惜和太太的感情 所以不希望娱乐圈不幸的婚姻 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同样的话 他在去年和女儿黄芷晴 一起参加的节目上面也说过 为什么当年想要隐退呢 因为那时候老婆也和他说过了 觉得女儿像生活在单亲家庭里边 他每天都在拍戏 很忙很忙 很少时间去陪太太和女儿 这才让他幡然醒悟 下定决心 在事业高峰期退了下来 事业不是我一辈子可以拥有的 但是家庭却可以陪伴我一辈子 这是黄日华曾经说过的 节目上曾经抛出过一个看笔说 老婆和妈妈掉进水里的时候 你先救谁的送命庭给他 然后他说老婆和孩子 你更爱谁呢 黄日华当着女儿的面表时 还是老婆更加的重要一些 说女儿不是自己选的 可是老婆是自己娶回来的 一定要把最好的都给他 要疼他 爱护他 保护他 提及梁洁华患病 依然是忍不住落泪 说要坚守好自己结婚时候的承诺 无论你是贫穷 健康开心 我都在你身边 结婚的时候是这样承诺的 那么就会照顾好你 2013年的时候 他和梁洁华曾经办过一场盛大的 25周年迎婚纪念日 但没过多久啊 梁洁华就被查出了 急性骨髓性的白血病 哎呦 这七年来的抗癌之路 港媒拍到黄洁华每次都是亲力亲为的 陪着梁洁华去做化疗的 为了让妻子能够精心修养 还在医院的附近的一家酒店 常租了一间房 梁洁华患病之后 据说啊 花费非常之大 因为家人的骨髓不腐 后期的医疗费用更加的高 黄洁华一度被媒体爆出了经济拮据 买地摊货 不得不付出来赚钱 他后来也有澄清过 说老婆买了保险 巨额的医药费有保险赔付 但是这几年呢 你看到他进一些走穴的伤眼 多少呢 还是和老婆的病有关的吧 梁洁华在前几年的采访当中 也曾经感激过 丈夫的不离不弃和陪伴 说病人辛苦 家人也很辛苦 我很感动 他是一百分的好老公 没有他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2018年的时候 他接受骨髓移植手术之后 病情曾经有过好转 但是之后又复发了 最终啊 还是敌不过病魔 去年看到两人被拍到一起逛街 梁洁华那时候啊 因为生病的关系 看着已经很消瘦 很憔悴了 黄日华一直挽着他的手 怕妻子有什么感染的危险 帮着给他喷酒精消毒 今天下午 黄日华被拍到了 带着女儿前往殡渔馆 为妻子办理后事 女儿埋头落泪 他看起来眼睛也都哭肿了 有多难过 大概也就只有当事人才懂 看多了娱乐圈的出轨啊 劈腿 有时候总能够听到有人感叹 不相信爱情了 娱乐圈没有真爱 我们曾经深信不疑的爱情童话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 似乎是不堪一击的嘛 但是还有人呢 让我们相信爱情的存在 相信那些美好的存在 爱情最美好的样子 是什么样的呢 真的从来都不是什么轰轰烈烈 而是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平平淡淡 细水长流的陪伴 相爱是第一步 相守才是漫漫长路 风雨相伴 爱情的美好 都藏在点滴细节里了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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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